蘭花谷 蘭花谷位置於本源中部 依傍著源自大墓山的青溪和瀑布 環境青春自然 蘭花谷旁邊的百里桃蘭花保育園 是研究和培植蘭花的場地 指南著不同種類的蘭花 有生長在溫室裏面 其他的就種於泥土裡 牆上 樹幹 和岩石上 據知蘭花最早於7600萬年前已經在地球上出現 到現在 蘭花是世界上最多樣化的開花植物 全球有超過28000種 香港的原生蘭花品種達135種 大約100種於本源可見 蘭花通常透過昆蟲傳播花粉 例如以獨特的形狀 顏色和氣味吸引蒼蠅或密封等等 成功受粉後的蘭花會結成種子籃 裡面有大量細小的種子 可以隨風傳播 但是 因為生態環境改變 加上人類經常採摘蘭花作原藝 中藥和食物 導致野生蘭花的數量不斷減少 現時本地蘭花至少有四分之一已經在本港絕跡 長跡蝦隻蘭正因為受棲息地破壞的影響和非法採集 野外只剩下少量種群 它是被本源列入千地繁殖計劃的本地蘭花之一 獲政府許可在野外採集他們的果甲 帶到本源進行人工繁殖 如今 長跡蝦隻蘭被種植到園內多處半自然的環境中 作為野花放歸的研究和教育用途 要保護蘭花 我們應該拒絕購買野生蘭花 讓它們留在大自然 蘭花根部受損 徑、銅、葉、有疤痕等跡象 都顯示它有可能源自野外環境 每年春天和初秋 都是欣賞本地蘭花盛放的最好時節 而本源下山區的蘭花溫室 全年都有盛放的蘭花展覽 你也可以從溫室內的展版 了解本源的蘭花保育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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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